滚滚长江洞试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舞台征战 几人回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叫乔强 外号小强 因为一次机缘巧合 接待了一批从古代而来 想在临死之前 填未来世界的客户 这不 我盘下了一个酒吧 来招待凉山好汉 又和他们一起解决了闹事的副经理和周围的混混 还有一件好事 就是杜星酿的酒竟然在酒吧大获好评 我们将它命名为五星杜松酒 打算在酒吧批量销售了 孙和鑫向客户推荐完了五星杜松酒之后 从舞台上走下来还是有点激动难言 强哥 咱们的酒来了以后往哪儿装啊 咱们装扎皮的筒够吗 这个怕不太好吧 再说啤酒往哪儿放的 张青突斥一声笑了 酒吗 当然是 黄酒坛子和酒缸里边放啊 我一听 毛色顿开 跟孙思新说 你明天去二里教买几个大酒缸 再多买点坛子和小碗 咱那酒啊 以后论碗卖 那那回来往哪儿逮呢 先买钱台吧 杨智今天晚上收了三千多块钱 他这才知道 卖酒比卖刀钱来得快 李静水和魏铁柱坐在角落里 简直就像进入了一个妖怪的世界 不断有性感的女郎上去和他们打赏 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 一个劲的直哆嗦 李静水找到我 手脚冰凉的说 小大哥 你还是送我们回去吧 我只好答应明天送他们回军营 我回到当铺 前项羽打了盆水正在擦车 车头居然是冲着来的时候的方便 这说明有人帮着道路 而且车系一流 那轱辘都骑着马路牙子 特别整齐 我好奇的问了 诶 女哥 这车是包子给停的 不是不是 那是谁啊 老王啊 就是那看大门的老头 是他开回来 而且挺好的的 看不出来 那老头还会开车呢 人家开车呀 比你好多了 他跟我说 他以前是开大货的 对了 大货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就难怪 以前的老司机 那功夫都扎实的粉 我说 以后不用你教了 老王说 每天放学以后 他教我 嘿 看不出来 老王还是个热心肠 哎呀 我把那个纸箱子给他了 啊 等等 什么纸箱子 嗯 就是你车上放的那个呀 你连里边的东西都给他了 那当然啊 哎呦 雨哥耶 那半箱子中华烟 只好几千块钱的 我是心如刀哥呀 这么多钱 去驾校都够了 书上不是说 项羽虽然能和士兵同甘共苦 但是寡恩少贿 而且富人之人嘛 这点特点 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我听啊 这个半头体里边说的 说 抽烟 有害健康 你还是少抽点吧 你 算了 给就给了吧 一个想要往左 这经常往右拨着码头的人 不用我亲自教也好 我进了门 见刘邦居然和李诗诗坐在一起 两个人都盯着电脑屏幕 我走到他们背后 发现他们关注的 无非是一足组的数字 李诗诗还在帮他用计算器不停地算 我问他们干什么呢 刘邦难得认真地说 哎呀 不要闹聊 不要闹聊 我算 这么一点点的数据 数据 什么数据啊 大金花嘛 我在算豹子 顺子 铜花顺 出现的几率 各是多少 今天跟人玩输了五百多 不过昨天呢 我还赢了一千二百多呢嘛 我这个汉子 我八岁就会和人扎金花了 也没想到算一算所谓的几率 我跟他说 这扎金花主要玩的是心理战 这些数据用处不大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如果大家都特别会装 下去什么牌 下去多少张 都把它给记住 然后根据比率 你比别人多算一步 那样赢的机会 才会大一些呀 我又汗了一顿 原来刘邦的天下 就是这么给算出来的 我严重怀疑 他在拜韩信为将的时候 已经开始盘算着 得了天下以后 怎么杀他 我骑着摩托到了酒吧 老远就在门口一群人 在挪一个足有一米九 那么高的大水缸 嘿呦嘿呦喊着耗子 我走了过去 将孙苏欣正在指挥 这边 这边 对小心点 我问你们这干啥呢 强哥 对不起 我把事情办砸了 我早上给辞教打电话 说定着口大纲 结果他们给我拉来这么个东西 连门口都进不去 算了 弄来就弄来吧 就都留下吧 他往哪放呢 就立的门口 我说你们没事坐这么大个缸干什么呀 别说孩子 这大人掉进去也出不来呀 工人们听说不退货了 个个是喜笑颜开 一个老工人传着气说 要不是故意寻死 一般是掉不进去的啊 我一听 扑师也笑了 这缸几乎快有象语高了 想要走着走着就掉进去 除非有长颈路那么高 恭喜你掌柜了 你可算逃着跑了 这缸 我年轻的时候进厂就有了 厂长都说不出他那年代来了 这好像是 给过去大户人间预备的水库 围着防火 有的时候啊 汉年有得不起缸水 一年吃饭都够了 我围着这口缸 打亮了几圈 这缸外表黑油油的 冒着一股寒气 别是个聚宝盆吧 要不先往里边扔一个人 看能不能拿出一堆人来 打不恶工人 我一眼瞧见马路上 有辆卖水的电三轮 我忙把他喊了过来 问他 哎 这车上有水没有啊 满的啊 咋的啊 这现在酒吧里头 也往酒里头堆水的啊 少废话 你这一磁水 能卖多少钱啊 二百多块钱呢 你干啥呀 那个 把水都倒了 等我去拉上酒 给你三百 哎呀 这钱倒是合适 可我这水往哪儿倒啊 你浇花洒马路 随你一遍 哎呀 那我 我这可真正的框泉水啊 我辛辛苦苦 都闪着个绝的啊 这是啊 孙思心机灵劲劲上来了 老湘 你先把水倒到这缸里 拉完酒以后 再灌到你车里边继续卖 你看行吗 老湘这下可乐意 我带着他和李静水 喂铁树 到了窑村 我让李静水他们自己回去 然后去找了宋青 宋青领我去 杜青酿酒的地方 随得越来越近 那股略带酸味的酒香 也越来越浓 远远的就看到门口 一个人 用一大块手巾 捂住口鼻 此刻 正把手巾下面 撩起来透气 我冲着他挥手喊 奥特曼 这人把塑料杯 从眼睛上摘了下来 正是鬼脸杜青 小强 你怎么来了 我来拉点酒 有富裕的吗 太好了 这教母三天不用就坏掉了 所以必须每天开工 哥哥们又喝不了这么多 哎呀 我这正愁呢 愁剩下的的往哪放呢 我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眼 立刻闻到了一股 更加浓郁的酒气 几个工人戴着口罩 正光着绑子 筛酒刀呢 杜青指着院子角落里的 急问酒说 这些都是我刻意留下的 过三个月再喝 哎呀 那味道才争呢 好好 那些将是六星杜松 咱装在瓶里买 我见存货都已经拉上了 听声音 踩到水箱的一半多 我跟杜青说以后 可以多酿一天 拉水的老乡听我们说话 把脑袋凑过来说 哎 那我说呀 那以后啊 你拉酒都 都都够我这车 啊 中作啊 啊 中作啊 那你卖水的买卖 那可就不能干了 那那你 你管我卖不卖水啊 那肯定不耽误你的事 那不都行呢 啊 啊 有罪酒精过敏的 喝了你卖的水 犯了病 那还不得找你麻烦啊 嗯 那倒是 那这样吧 嗯 你以后啊 就专管拉酒 嗯 跑一趟 给你两百块 嗯 能成 那那可说好了啊 行 有什么病了 等我们再回来 金大监把装着 听风亭的盒子给了我 因为还有事 我也就没和他细聊 他只说补好了 哎呦 两百万呢 这回可不能再随随便便 扔到车斗里了 我正为这个范虫 忽然见到摩托车旁边 李静水和魏铁柱 在太阳下立军资呢 我走去问他们 这怎么了 李静水哭散的脸说 我们徐校尾 以前我们丢了人 要把我们开除出队三天 魏铁柱不说话 眼泪就在眼眶里边打转 我也很不识资格 就跟他们说 走 跟哥回去 我上车后 把盒子给李静水抱着 带着一车酒回到了酒吧 把酒都倒在坛子里 可坛子到最后还是不够 车里还剩了不少酒 我无奈的说 哎呀没办法 再倒到门外的缸里边吧 那老乡边往缸里倒酒边说 哎呀 哎呀你看看 人家那是往酒里边堆水 哎呀你们这是往水里边堆酒啊 这是 非我不卖钱 你费什么话 哎呀那个都是好东西啊 你们你们都等着搜咯 我实在是没办法 跟孙思琴说 哎 你去搬个小梯子来 咱们刚里这东西啊 谁喝啊 免费 我把李静水和魏铁住房 自己抱着盒子 打车去了古爷那里 到了清风楼 古爷居然又戴着墨镜 坐在那装瞎子 抱着一把二胡 正在那望我的拉着 他见我来了 腾出了一只手 指了指包箱 老家伙进来以后 吓呵呵的问我 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昨天跟您说的 听风瓶 跟您这茶楼的名字挺配的 古爷两眼放光 结果盒子缓缓的打开 然后就愣住了 哎呦 过了两久 他才沉生道 这 这东西 我想盒子里边看了一眼 全身的去也几乎都凝固了 那盒子里 的确是那只听风瓶 但是 在他原本细腻柔滑的瓶身上 出了数不清的文痕 也就是说 现在的这只瓶子 一看就知道是补起来的 我去打尖哪 这回可把我害死了 我尴尬的宠他笑了 小说 嘿嘿嘿 那个 我 三百万 三百万 卖不卖啊 哦 说出这种话 可想而知 老头已经被我气得不轻了 照我的意思 赶紧说两句好话就走 哪只骨也得理不让人 手按在盒子上 我两手搬都搬不动 他看着我 口气不善的说 年轻人 可别太贪了 三百万了 不少了 我骨也做生意 向来是公道的 一口价 看看 气糊涂了不是 我陪笑着说 您就别拿我开算了 这是有人想陷害我 骨也又揭开了盒子 用指尖 轻轻的抚摸着瓶子上的裂痕 我估计 他把所有的裂痕摸完一遍 也就该进入 颠狂状态 盲说 这瓶子 以前是好的 废话 我当然知道是好的 他在没摔之前 不过就是个一般的货色 但摔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这支瓶子不是什么名将的作品 就算完好保存在现在 也就二百万吧 但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修补他的这个人可不一样啊 这人是谁呀 金大剑 你都知道吗 有名的工匠出于自负 一般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上 这金大剑我一时想不起来 但绝对是一个意义出神入化的人 他在这个瓶底上刻了字的字 金大剑补 你知道吗 我辞这门手艺 现在基本上已然是失传了 这金大剑 应该是跟这瓶子同一时代的人 你知道吗你 经他这么一步 意义非凡 这东西可就值得老钱咯 哎呀 原来是这么回事 如果不是谷爷炫耀眼力 我还蒙在鼓里呢 老金这回可玩大了 幸亏谷爷这个骨灰级老古董失货 否则 我今儿就得横着出去了 谷爷给我扫完盲 捧着瓶子 又看着没完 最后赞叹道 哎呦难得耶 难得耶 他把这裂纹补得跟画上去的似的 是吧 那我说 你到底卖不卖呀 卖 绝对卖 我说小强啊 这瓶子要到失货人手里头 上下还是有余地的啊 不过这个时期啊 这种人可不好找 三百万卖给我 也算我有所归了 那是 那是 我决定把家里边的锅碗瓢盆 都砸了 让金打金去 五爷以后 那就是我的长期饭片了 坐了一会儿 两个大汉提着两只大皮箱回来 里边是满满灯灯的老人头 我冒汗的说 哎 鬼 不用这么夸张吧 打到我账户里边就行了 咱们江湖爷们 办事呢就得实实在在的 是不是 把钱打到你账户里 你走到街上 不是连根冰棍都买不了吗 我这提着这俩箱子钱 也不可能去买冰棍是吧 行行行 点点 点什么点啊 五爷您给的钱 只多不能少 小兔崽子 你少拿花江湖你 出这门我可不认了 您不认我认呢 少个一二百万 我都不带和您再要的 看你这无耻的样子 都很有我年轻时候的神意 出了门 我没打车 而是雇了一辆摩滴 摩滴不但事业开阔 而且绝对不会有人想到 摩滴上的人手里提了三百万现金 我心惊憾憾 到了酒吧门口 见我新买的那口大缸 周围站满了工人 每人手里钻着个纸杯子 缸口上爬着一个戴安全帽的民工 拿自己的大堂瓷缸子 咬上缸里的水酒 挨个给他们倒着喝呢 孙思心拖着下巴 隔着玻璃 看哪些工人喝我们自创的水酒 他忽然说 快了 陈总来了 哪个陈 话问到一半 我马上反应过来 陈可骄了 陈可骄从他的小车里边走出来 疑惑的四下看了他 大概以为自己停坐地方 他一眼就看见了门口的大缸 高跟鞋登登登 紧走几步来到跟前 抬头问缸口那名工 喂 你们干什么呢 喝酒啊 再给喝点 你来一杯不 这时我和孙思心接着出来 陈可骄指着一群工人 目光看着我 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少强 进去说 进去说 我给了他一个谄媚的笑脸 把他推了进去 然后问那个名工 哥们 味道怎么样啊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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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辣又甜 还凉嘴的 好喝 喝了退邪法 谢谢你啊兄弟 一会儿还败喝吧 只要有人喝 我就往里边去 有人喝 有人喝 我们喝 我们喝 我们是旁边接到石工队的 一会儿我们走了再换一波过来 早饭喝 我们也来喝 我和孙思心往里边走 他说 陈哥 以后每天门口为一群民工 影响怕不好吧 那有什么办法呀 总得让他们先把这缸干掉 要不臭了 影响更不好 大不了以后多兑点水给他们喝 难度我看 多到点酒是这么紧的 他们喝完了干活犯困 工头就不让他们来了 你想了坏心眼可真不傻 你怎么不去陪你陈总啊 我是跟着你出来的嘛 陈可娇已经没了往日的优雅和高昂 他一屁股坐在舞台上 周围都是酒摊的 气羞羞的看看这个 推一把那个 我把准备咬酒的小木勺递给他 诶 尝尝吧 这次真的是我等你了 这就是我们说好的 陈小姐 我可是严格按照合同 没动你这里的格局一分一毫 只不过是在门口立了一个大缸 在里头摆了一些小缸而已 陈总 这都是咱们新推出的五星度冲酒 昨天刚做了市场测试 反应很好 那你就给我弄的跟应该是他们似的 你们是不是还准备在舞池里摆一个烧烤炉子 不是 那不行 不过你要是同意啊 我打算把八台拆了 打一长六木柜台 然后呢 这后面全是格子 里面摆上咱们的五星度松 六星度松 你同意吗 好 我今儿就等着 看你们的五星度松 到底火不火得起来 萧经理 我们打个赌吧 嘿 这小妞儿还跟我走上了 行 胡 beard 鸡你哈黑呀 周红梅牛 鸡紫大雨山 几块大木板 他带着隧马龙的路旁 热闹的妈妈当 不灭的灯光 陪着城市不灭到天亮 转骨髅装装 实在好凉霜 别把你真的拉得长又长 因为话很多 因为夜漫长 总比我们走去妈妈当 妈妈当 哎呀哎呀哦啊 哎哎哟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程寒 编辑海燕 监制好味群留校 演播张杰 爱宝梁小灯 本剧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张小花 批词 批词 刷東